來,你們如果是學生版,你換到39頁,你稍微看一下 這個,我們的重點在哪裡?在這邊,你看 上面我們已經有了,沒有問題 然後開始偵測 但是重點在於說,我們剛剛有提到 當光線越強的時候,LE燈的強度是相對要比較弱一點 對不對?要比較弱的話,怎麼樣才叫比較弱? 如果,用這個啊 你看喔,這個是它偵測到,我們光明偵測到的數值是0到1之間 但是它有很多小數點 你如果要好看,你可以轉換一下 但是沒有關係,我現在先不管好不好看的問題 我們重點是下面這邊,假設它偵測到是0點 比如說我們現在比較弱,0.8好了 那我LED的強度要0.8嗎? 它的強度也是0到1之間喔,這樣了解嗎? 1是最亮,0就是不亮 0就不亮 所以我0.8,那我就用1減掉0.8,是不是剩0.2 也就是它0.8的時候,我跟它加起來,是不是就等於1 所以我在下面這邊,是不是用1減掉我抓到的數值 這樣,當光明偵測到光線越暗的時候,越接近0 我的亮度,是不是越接近1 這樣是不是數學上顛倒過來 你如果沒做這件事情,就只會變成,越亮,燈就越亮 這樣不是不OK嗎? 所以這也是我們數學上,剛好相反把它加起來喔 這樣我的裝置我把它貼進來 好,像我的燈一樣在這邊喔 所以我在這裡 我把這個打開 現在 強度是這樣有沒有 我把它按一下 欸,我的怪怪的 好,我現在是不是0.1 對不對 可是會閃爍應該不對 我的應該不應該閃爍的喔 0.有沒有月亮 我要把它放到光源下的話 這裡 欸,我的這邊有點怪怪的 我先確認一下 這個是老師這邊的喔 那你看我用這個燈 有沒有,進來的時候很亮 是不是到1的 它是不是就直接就關掉了 對不對 那我把它移開 有沒有,越來越亮 這樣是不是看得比較清楚 對不對 這樣也了解了齁 好,那如果你要這個數字 比較好看的話 你可以搭配 這個,因為我們現在 直接偵測到數字很長 有兩種方法 一個呢 應該講應該算一種方法 那,你要它四捨五度 在這個基本裡面 有數學式 確實也有四捨五度 可是它沒有到小數點 所以你不能用這邊的 你要用哪裡 用進階功能 裡面有一個 數值轉換 那這裡呢 你可以選擇 這個 丟出來 然後就接到後面 你要小數點幾位 這樣子 你可以馬上得到 就只有兩位數的 就小數點兩位數 那如果你覺得 這樣子 也不是很OK 你可以再加上一個 數值轉換裡面 有一個這個叫尺度轉換 這樣 也就是說我今天把什麼 把剛剛這個值 我是取 取到是不是0到1之間 原始的值是0到1之間 我把它轉換成0到100 這樣子 你覺得 得出來會是什麼 有沒有變成這樣 有沒有變成這樣 對不對 就都是整數的 我們再看一次 比較容易看一點 了解齁 所以如果說你想用 讓它好看一點的 除了 四捨五度照這個 你也可以試看看 尺度轉換 這樣子的話 它就可以直接把我們轉換出來 直接把我們轉換出來 這樣也是蠻方便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OK OK